就是平时没事就是干干促销 因为我这个人性格就是不喜欢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 我只要自由一点 不定期的销售是吧 你们来之前我跟大家介绍 我说这是一起整牙引发的宣案 你同意吗 算是吧 但是我不太理解 他因为四万块钱就要跟我分手 他那会就是刚刚毕业 我们本来打算已经有一点小机去结婚了 然后他非要结婚前 说是他牙不整齐 非要去整牙 他闺蜜就说上海有一家整牙公司特别好 而且可贵呢 要四万块钱 你说现在谁整个牙四万块钱 乱花钱吗 我怎么算乱花钱了 一辈子结婚 就这么一次 我当然希望自己飘飘让他嫁给你 我不觉得我有错 而且这四万块钱的整牙费下来 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特别的满意 听明白了 你看还是被整牙这点事 都准备结婚了是吧 对啊 都攒了他钱准备好结婚了 然后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 他和他闺蜜去上海玩去 结果他是偷偷去上海整牙去了 而且是刷着我的信用卡 本来我们就要结婚了 现在连我们婚都结不成了 为啥 就是我父母这边就是特别不愿意他 然后 那这四万块钱没有了 咱们完了可以把这个钱补上 不就完了吗 谁补啊 我们俩共同可以一起工作 把这个钱补上呀 你的牙干嘛呀 人家跟你一起补 那他跟我好 他是我男朋友 他又有这个义务呀 男朋友就有义务啊 那我俩不快结婚了吗 不是还没结呢吗 那他跟我好这么三年 我的青春都落在他身上了呀 你的青春就值一口牙呀 姑娘 那也就四万块钱呀 关键事 那也没多少钱我觉得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两千多块钱吧 两千多块钱挣四万 你得挣多少个月 你给我算算 没事可以让他 就是多打几分兼职吗 他多打几分兼职 我那会儿本来有一份特别好的工作 他那会儿就是刚刚从学校出来 也没什么好工作 我那会儿工作是一份会计工作 当时下个月就要去短正了 然后他非要说是 把我会计工作的词要 让我去跟他去端盘 你说这合适吗 你去了吗 我最后去了 当时你不愿意辞职 不就是因为你和你当位那个姑娘 每天稀稀歪歪的 每天早上给你送早餐 中午你俩还去吃外卖 什么意思呀你俩是 你也知道我干的是会计工作 女同事本来就多 你让不让我有自己的朋友圈呀 他给我做 他还给别人送早饭呢 你是有对象的人 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 听明白了 原来不是让他端盘子去 是觉得你那工作环境不太放心 行过去的事就翻篇吧 总之从这一点看 你还是挺在乎这小子的 对不对 因为我俩好是三年的时间里 我男朋友对我百依百顺了 看出来了 我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 但是现在变得 我觉得局面我无法控制了 你知道他后来又干什么了吗 刚刚我去端盘子 陪他没一个月 你不着急 他又听别人说 干威商 干威商 他一下又投好几万块钱 他也不去考察考察市场 一股脑投进去 还不是从一手那儿去进的货 然后转好几手了 然后全是我们兜着了 那我也不愿意把这个钱赔进去 那时候这个钱赔了就赔了 也就当做社会经验了呗 那你赔了多少钱 小四万块钱吧 你说那四万不赔 你去整压多好 后来呢 你还带他去哪里吵闹 让他向东 他就向东 大家去珠海了 干嘛呀 因为当时就是说是我朋友 就跟我说是珠海那边 因为是沿海城市 对年轻人的历练特别的大 然后他也在那儿没待几年 然后给他父母买的车买的房 然后我当时挺心动的 因为我家里三个孩子 我是最小的 然后我哥我姐他们都特别的有能力 我就希望我自己不比他们差 我就想通过自己的能力 去证明一下自己 我也想孝顺父母 但是我又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去 所以我那会儿就又拉了他去了 你去了 我那会儿已经有一份特别好的工作了 我最后就因为担心他 一个人去南方 被欺负怎么样的 一咬牙又把那个工作给去了 就跟他去珠海了 对呀 他那找的什么工作呀 去了一看 是在那电子场里面的工作 特别累 我还以为什么好工作呢 他就是非要证明自己一下 那你说任何一个好的工作 不可能说你今天去音频搞没了 他明天就有好的发展空间 都需要我们去坚持一下的 如果当初不是你把我从珠海 不要拽回来的话 我觉得咱俩今天不是这种局面 什么叫拽回来 那会儿连咱房租都交不起来 消费那么高 什么叫拽回来 根本是没办法才回来的 对呀 我回来我没地方住 我只能住一家 可是我在你家受了什么气 你不知道吗 什么叫你回来没地方住 只能住他家 因为我当时我去珠海 之前我就发过誓的 我说我要是赚不回钱 我肯定不回这个家 所以我当时回来的话 我又没钱 我不可能出去住宾馆 不可能出去租房 这当我想跟他在一起 我就只能去他们家 结果他们妈每天给我 我说起来我觉得特别的气愤 你最不知道 你妈给我做什么事吗 我还气愤呢 你住我家就住我家吧 你看我白天上班 你在家一头都闷到我房间里 就是去上网 连房间都不收拾一下 我妈妈中午怕你饿着 做好那么多菜叫你吃饭 你了你却去点外卖 你说合适吗 我没手没脚 我让你妈给我做饭了吗 看你是怎么说话的 而且你妈那么大年龄了 我凭什么要跟他有共同的话语 我就是为了避免饭桌上的尴尬 所以我才想着去叫外卖的 你妈就是因为你前两份工作 就是因为我把你害得没了 所以你妈对我耿耿于 还处处针对我 那我最后不就是因为 不想说这个戏 我没办法回到我自己家中了 你还想怎么样呀 三年在一起朝夕相处 人是有感情的 既然有感情 就万万不可能会像你那样说话 哪怕是说 鼻头也要酸一酸 眼泪也要掉几滴 因为这三年 他是这样默默地容忍你 难道你没有感情吗 三年他对你这样 但是你反过来对他是那样的 声色俱利 羊有贵乳之恩 鸭有反哺之义 你听你说的那叫什么话 我没手没脚吗 要你妈来给我做饭吗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他母亲愿意给你做饭吗 不愿意的 是奈自己的儿子 没办法 他母亲愿意让你住到他家里面 一天到晚找一个女生 在自己眼前添堵吗 没有办法 因为母爱爱儿子 他一步一步的妥协 但是你妥协了一步吗 你的嘴中除了对他的母亲的不屑和谩骂 你有所谓的尊重吗 你一点都没有 你在别人家里不吃别人的饭也就罢了 你居然叫外卖 那你住别人家干什么 我就不明白了 你还知道跑到这来找回你的爱情 但你不想想 你有什么东西支撑着我们要帮助你呢 我穷尽所有的办法 从你所有的言语当中 哪怕找出一点 或者是一个可怜的神情 来理解你和同情你 我一点都找不到 我现在问你 你觉得你有问题吗 多多少少有点吧 多多少少有点 多多少少有点 你会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吗 如果你从今天开始还想找回你的尊业 不管今天跟不跟他在一起 拜托你跟对方的母亲说声抱歉 因为他为了你们两只见识 曾经是一次一次的容忍 甚至答应了要让你们在一起 但是你一步步把别人逼到墙根上 你知道吗 知道了 赔礼道歉吧 这段话应该听一句 言辞犀利的一些 但是你应该听一听 给你几个建议好不好 离开吧 带着尊严走 重新来过 年轻荒唐 不懂 摔一次反倒好 以后就知道了 女人其实最重要的是尊严 是独立 当你失去尊严和独立的时候 你就会变得一文而不值 理解吗 不理解是吧 来我跟你讲一下 麻烦你抬起头 什么叫尊严 没有结婚的时候 女生不能住到男生家里去 这是基本的尊严 懂吗 我不再往身理说了 我就拿你们俩那点小例子来举 什么叫独立 女生没有结婚的时候 男生给你花一分钱 你应该想方设法的 把那一分钱用其他的方式还回去 那叫经济上和人格上的独立 理解吗 现在的女生动不动一张口 你是我男朋友 你该给我买 为什么该给你买 你把你自己当什么 请问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在交往的时候 就是不停地要给钱 才能代表这个男生 是多么爱这个女生吗 什么是尊严 一个女人已经尊严扫地了 一个女生